记者林晓云台北报道,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今天参加科教馆活动时受访表示,台大校长林选争议被误导,管中敏的事被误导成政治干预学术自由,是完全不对的事,管中敏也曾是中研院研究员,但特定媒体在校长林选开始时,却故意分成中研院派和台大派,以打击与中研院合作的候选人。 管被拉上来,前面几个候选人被拉下去,背后有很不好的是,管中敏的争议,教育部要讲清楚,和学术自由没有关系。 李远哲表示,台大最近数十年的运作,他看了很失望,他当中研院院长时,提升中研院,做了很多努力,但台大进步很少,没有进步,这是有原因的。 李远哲说,管中敏的事,大家如果看成是政治干预学术自由,这是完全不对的,在台大校长林选刚开始时,特定媒体把几个候选人归为中研院派,做不利的联系,打击这些候选人。 但管中敏也曾是中研院研究员,管被拉上来,前面几个人被拉下去,背后有很不好的事,这也不是教育部和台大有关于学术自由的事,和学术自由无关。 李远哲也举以前他协助清大林选校长表示,当时行政院副院长要他担任清大校长林选委员会召集人,他们很努力,最后选出国外很知名的大学教授当校长。 大家非常兴奋,但台大做不到这样的事,台大本身要检讨,另外,依国际做法,校长林选委会既然没有成功,应该要马上解散,重新开始,管中敏的事却被误导成政府插手学术自由的事,这是完全不对的事。 媒体询问中严院院士向武中写信给教育部长叶俊荣要求自重,林远哲受访回应,向院士一直在国外,没有几天在国内,也没有在国内教育或研究上做出贡献,一直在外面放话,是不适当的,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自位于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引进岛屿浮沉,下午2.5世界特展到台北展出, 今天举办展览开幕茶会,林远哲受邀出席致辞。